選擇 跟淺忍哥做的 讓你吃我變得很簡單 好啦 今天你們來做什麼料理 但是記得 我們到泰式餐廳 一定必點的料理是什麼 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 我要代替月亮 來懲罰你們 導演為什麼要叫我做這種很奇怪的動作 就是這一道我們的月亮蝦餅 那其實有些人說 這道菜其實是台灣人發明的 那也有人說是泰國傳來的 那也有人說是朝中那邊改良的 我不想去爭論這些東西 然後你的月亮蝦餅做到好夾 它就是對著月亮蝦餅 我們沒辦法不多說 我們趕快進行料理時間 來 你下次來開放街頭 好,來,首先啦 面對了這麼多的蝦子 我們一樣去市場挑選新鮮的白蝦仁 來,我們一樣要把它拍一拍 拍成泥齁 來,來,那豆 我們全部把它做成泥齁 我剛剛是不是說恐怖啊 我好像講成白蝦仁 可是我今天主要是炒蝦 我們今天是去超市啊 買這個炒蝦 這不是白蝦,豆腐 來,再來,豬油加進去 滴 再做一個 來,把它蓋起來 來,把它蓋起來 滴油 就是它的油三角 那個油的高溫 為什麼要加豬油 因為會更香 你加一般的瘦肉更香 不是絞肉 來,OK 我們把它醃製一下 全部給它起來 來,全部給它上來 再來,我們必須醃製它 好,來,我們加我們的配料 來,這是鹽巴加白胡椒 好,中火了 再來,我們的 薑末 再來,我們的蛋白 蛋液 再來,我們的太白粉 來,下去,怎麼會一敲敲 這個東西呢 我其實有時候 我還是會加入透抽 但是那個東西 有時候 可能你還要專程去買 有時候又買不到 但我覺得 我們簡單就好 你也可以加 來,就稍稍在這裡 好,這就是我們 等一下要做月亮蝦餅的內餡 好,來,就我們的這個 沦皮 直接 我們直接把它包了 來,直接包上去 好,你要平均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就是做 做一塊給你們看 你們自己去斟酌 我們有就是 全部的料集中在一片上面 平均的給它 然後 來,我們用另外一片 來把它喝上去 好,壓它一下 往邊稍微按一下 來,這時候呢 我們要用刀子 插它一下 就是讓它 裡面不要有空氣 油要堵擠 比較不會膨脹膨脹 這樣可以嗎 來,開好了 沒關係,熱鍋一下 讓我們滷油一下 煎這個 我們油 必須用 稍微的 偏多一點點 讓它有半煎半炸的感覺 好,讓油麥喔 很燙的 來,下我們的 月亮蝦餅 直接給它下去煎 好,來,各位啊 用中小火箱去煎炸的啊 好,來,我們蓋上蓋子 好,讓它更快 讓它把它蓋一下 讓它蓋一下 你要把它燜一下 我會有半煎炸的 來,看一下 好 它爆我了 好,來 稍微的看一下 好,來可以了 來,這時候我們可以翻面了 來 哇 這麼漂亮 來,繼續 我們再蓋個蓋子 再等待一下 我們的月亮蝦餅 就那麼簡單的 就自己給它完成了 來 等一下給我看一下 哇 哇 哇 OK 來,這時候我們拿起來 來,關注 等一下我給它切它 來,我們的月亮蝦餅完成 我們 簡單的美味四次時間 來,你看看 這呈現出來 有沒有比泰式餐廳的更厚 料更豐富 Double版的月亮蝦餅 來,然後這個沾醬的部分 你們可以去超市買那個 泰式鹼雞醬 再問一下吧 沒關係啊 來,那我們就不客氣喔 哇 只要是做蝦的料理 是爽到簡單的 來 來,再問一下 大口大口的 何必去外面花一份三百塊的 自己在家裡做 笨神 而且一定要笨 超霸氣的蝦子 朦朦的 超好吃 外面的餅子 酥酥的 裡面的料 超級豐富 這才是我們想要的 日亮蝦餅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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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